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观众反馈想看一下的笔 官乐明好像是叫961吧 那他还送了我一个笔套 但我得会再好好清理一下吧 这支就是无可置疑的是一支库存笔 那笔的话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先 那M800 M146 再放一支M200好了 其实M146我不是特别爱 然后就是M800就是百丽金的和我水人的那个笔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万宝龙真的是比较不免俗 然后来了一支 好,那一个先看一下 首先就是笔的话就是不大不小 那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中间的一个粗细 因为很多人应该定义成这支应该是属于比较粗的笔 那这一支的话会比这个稍微细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笔尖的话我看一下 哇,这笔尖比较小 OK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好,那一个,哎呀,每次这个翻滚真的是 没办法 但是,嗯,不翻滚 就是如果它 人不翻滚的时候把那个笔的缩感肯定也不太好 那我能看到基本上这个笔尖的话 它是比百丽金 200的一个笔尖的话稍微宽那么一点点 嗯,尖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小的尖 偏小但是它有点偏宽 百丽金本身的尖的话它是就是200的尖 它是偏窄的 所以有时候鸡尾的话不是很好的鸡尾 那这个整根笔的一个大,笔握的话能看到也是差不多跟200的 好,那这个笔大概就是,嗯,用起来的话应该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笔的一个来用 因为现在那种就是大杆的,然后配小尖的,应该很少那种那种笔 通常就是中型杆或小型杆配小尖,然后大杆就大尖 这种配合会比较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 这个笔一开始拿上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满满的一个廉价感 这个真的,你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重量就懂了 好,那这个14.1对吧 但是你现在这么看的话就是怎么讲呢 你看这样看的时候这支笔它是非,视觉上它是有重量感的 但是这支笔怎么讲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设计问题吧 跟写乐的那个21k的问题一样就是 轻,但是轻起来的时候它没有轻的很有那种扎实感 或者轻的很有特色 我觉得就是轻的话 你运笔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支笔特别好控制 但是像这种就曲线型的笔特别轻的话,嗯,就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质感的会有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一个比,呃,八万笔嘛 八万笔的话是9.5 那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它是挺轻的一支笔 但是你就是觉得,嗯,怎么讲呢 就是廉价感很,怎么说,很明显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好,120.5左右的一个重量 整笔的话是 整笔大概是137.5左右的一个重量啊 啊不,一个长度 啊,经常会那个口误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根笔吧 那这支笔首先是一个库存笔嘛 那不会说有很,就是一个组,就怎么讲很高的一个要求了 首先就是这个笔夹我觉得是怎么讲挺合适的 就是刚刚好你可以就是说拉下 因为现在很多国产笔就是把这个做得非常紧 就是那个钢非常硬 虽然说这个是一个装饰作用的 咱个人还是觉得喜欢软一点的那个笔夹 那笔夹的话上面一个刻了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logo嘛 上面的一个写了一个光字 然后呢再下来了它这个金色总体来讲的话是偏同色的一个金色 就是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淡金一点的那个颜色来看一下淡金的话 能把人看到吗 两个都金色那你现在能看到它就是比较淡一点 那写了的这个它是相当于这样比较金的啊 我这个先放在这吧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更淡一点的金色 更淡一点的是百利金的这个本身的 它欧比的那个金色会更淡一点 那会跟接近那个18K的那个颜色 那你现在看到就是这金色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差别的 好那我们再下来把这一支笔给收一下 那或者再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我的主力笔吧 主力笔的话这只那这个的话同样是一个金色 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能看到吧 它这只收起来这只是那个全新的 基本上没有用过 基本上就是放在我这边平常看的开心的 好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笔的一个细节吧 首先上面的一个圆顶这边也是一个圆顶 首尾有呼应 然后这个的一个像那种就是有点像那个茅台那个白酒 有屏吗就是那个那种不知道叫什么水波纹吗 那个好像是水波还是云的那个线条吗 他我记得这个线条跟那个就比较像 但那个是三层的 这个照理来看好像也是三层的 但最就是黑球的旁边这个套显得很细 那现在进入看比较大 其实实体上面看的效果没有不会那么的震撼 然后他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反而最里面的那个是最高的 然后最外围是最细的 我觉得这种对称型 然后有呼应的就是有一个关联的一个设计还是非常棒的 但这个的话你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笔帽其实是挺有点也不是说挺透 有点透 那所以说这个它增加了它本身的一个呃廉价感 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笔帽的这个笔环吗 这个细节的话这里有一个就脱落了 那这个应该是镀上去还是怎么样的 那但现在呃这个黑边嘛 黑边反而是在一只钢饼里面比较少见得到的 就平常就是白色 然后呢我就直接这里镀一个金属环吗 或者就金属色的一个环 很多时候应该不会用金属键了 那它这个的话有一个黑边 那我觉得就是整支笔来讲比较大量点 反而就这个地方 再下来的话上面有写着它这个什么关了名9612 啊对我果然一开始没有讲错 那但库出痕迹 那就说现在就讲就是说啊 我中奖了我只能这么跟你讲 那这个我中奖了那没办法嘛 那就这样用吧 反正这支笔我个人来讲的话 不是很贵 但是这个价位人选择的笔也是很多的 而且像永生的3013等等都比它来的一个便宜 那推荐程度吧 从笔杆上面来看我觉得一般般 然后这是笔帽里面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处理好像有点 你看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是那个这我现在笔尖指那个地方好像没对焦到 那你能看到里面的这个处理好像有点不是非常的怎么讲 干净力所 就说它的生产精度来讲我会比较怀疑 然后这个白一点啊白点的弄弄掉这个到小问题 然后笔的话这个转起来的时候吗 就这个声音你们听一下我再给你们就是看一下正常的 没有声音 那这个就是一个精度上面差别听一下这个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这个很微小的一个差别 然后最近怎么回事呢 买的比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堵落面的一个 怎么讲一个的吸墨器 那那里面这个有没有 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是 都同意了换了新的吗 还是怎么样就是换了这个新的这种设计呢 还是说呃本来的当当时的这个库存品当时这样的 只是说现在的都把它那个把这个 杜落面就这个量面给取消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再上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笔尖的话 就是有点这个氧化的痕迹了 就看起来就是你看暗淡无关吗 那这个的话就能知道就是说它铜的成分是比较高的 那这里这个金黄的话个人是挺喜欢的 这个地方加个金黄我个人觉得就是 就是会把这个笔的一个质感 然后它的当时也提的比较高 但是呃这支笔的话就是比较大好的一个世界 我认为就是这个笔环还有这个笔环 虽然说这里脱度呃这个地方它是掉了一块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两个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总体综合来讲的话它的廉价感真的有点太重了 就是远看的时候呃白色的话它这个白有点透 但是偏黄了我觉得应该是库存痕迹吧 一开始出的话看前端这里它是偏白的 这里才开始偏黄 好了再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笔尖了 那笔尖的话就是我需要ok 那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可以好那能看到中间的话它是往有点是往内收的 那相对来讲这种的话就不这种尖了它不会那么容易的挂直 然后这个是有点错是好看起来好像有点错间不知道是不是 这里如果底面看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了 有时候可能是嗯 然后这里是一个我再放大一点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对这里看好像也没什么嗯 这里看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但这个毅力还是挺大的我个人觉得 好呃应该是没有错间只是这个毅力呃你看就是右边的这个稍微的 跟左右的不是很对称了 当然当然这个对称是挺难做到的 好那这个笔尖大概就这样子 笔尖的话这个哦笔尖这个歪了这个真的 我就不调整它了这个的话笔就是歪的笔尖其实调也可以 但这个一买回来就是这个鞋的就买回来就是这个样了 那先用这个鞋杆去试一下吧 这样子会相对来讲比较公平一点 因为调过它就不是一个原厂的虽然说我现在很多笔都会调过 但通常都是在我呃拍完视频之后 然后我再去调 那在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呃书写感受吧 那还是一样我先去上下墨 那还是一样的我的一个写了的一个墨水瓶 那有网友给我提说沾水也可以了啊 那沾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也肯定 但是那个还是给观众看一下就整支笔上完水的一个感觉 以及就是说嗯上水完以后吗 比如说一个有什么问题的有时候也能看得到 好那个本子拿过来了 我们先把哎忘记了把这个给擦一下 OK啊把这个擦干净 很多人是会用那个低管沙漠 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就是我照着嗯 就照着我平常的就直接这样子沙漠然后擦一擦 我个人觉得这个不要省时间 因为那个不太喜欢把时间花花在这个地方 好数学完了这边被我手弄到了啊这个没办法 好首先这支笔的话这真的是不太个人真的不是很建议 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吧 我轻轻几下他压尖是可以压了是有点小弹性 但呃再有弹性的话 但是他的鼻尖斜感真的呃 这个有点不像是沙沙的那种阻力感声 有点像是刮纸的那个声音了 另外一开始鞋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涩 然后我刚刚压完尖的时候吧 我试一下 现在好像开始有点刮纸了 这个鼻尖的素养真的不是特别行啊 嗯另外就是鞋感来讲你他这个油有弹性 但是呢他又不像是呃有那种怎么讲呢 有点阻力感 因为现在大多的一个用家应该就是注 或者应该是说注重书写感受的人嘛 他都是要一个有弹性 然后我又有阻力感的 这种间在写中文的人特别受欢迎的 写英文是反过来越硬越滑 那这一类的人会比较喜欢写英文多一点 然后呢但这个就你会听到就是他这个太刮了 然后呢再下来触摸一开始跟现在触摸有点不太一样 一开始触摸好像是一点触摸 触摸来讲不是特别稳定 再下来就是 这的话就是那个粗细 我认为尖的一个粗细是没有问题了 呃弹性也有 但是那个伊利的那个手感以及呃那个怎么讲 就是他这个的笔尖的话就伊利上面的一个表现真的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呢 就还没到就是说冷血的一个地步 因为这个书写感受真的不是特别好 以书写效率来讲的话 他那个这个笔尖也不是专门为一个书写效率来定的 那这支笔大概就是评测到这里了 那一般般吧 个人觉得就是 如果那个尖的素养好一点的话 我个人还是觉得OK的 但这个还没到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人用的一个怎么讲呢 呃地步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我肉讲呢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